接下来我们来设一个指线程序 点击LNC 点击机械厂权限 密码为4.3 点击程序 先创立一个新程序 点击录制 先调整枪的姿态 让机器人到达一个安全位置 点击快速 此为安全点 在安全点和骑士点之中 我们需要降低机器人的运行速度 再移动至直线 再调整枪的位置 到达直线起点 点击快速 再移动至直线终点 点击直线 再次点击直线指令 点击速度 可以根据需求调整速度大小 这里输入6 至机器人运行速度为6毫米每秒 再调整机器人 至安全位置 设立一个快速 此程序 此程序设立完成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整个演示过程 接下来调制自动模式 将速度调为100% 点击从头开始 再调整机器人运行速度